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夜扣到23号凌晨 预计有机会下雪 不少人早就等不及先上山再说 热血 热血 人来看雪 要跟孙子讲 新竹 骑四个小时 八点半竹吧 云林来了 云林来了 骑他多久 骑三小时多吧 追学团比例最多的就是学生 因为寒假到了 很多大学生 机车骑着说冲就冲 从各地来追学 不止年轻人热血 这位先孙也不输 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这种感觉 感受怎么样 很爽 很爽啊 直接打赤膊穿短裤和寒流打肉搏站 挑战极限负一度低温 更有爸妈穿着短袖临时起义 开车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就是我刚才是爱拍照的路过而已 会不会太冷 还好就风吹的时候会比较刺服一些 武林王松雪楼和寒山知名的水晶公路段 还没有下雪就先结成冰铺 大约有两层楼高 也让不少游客强着拍照 过过干瘾 期盼能够等到下雪好消息 拉拉山上巴林下午开始飘雨 山中雾气缭绕 却不减游客的兴致 车一辆一辆进到商圈 就是为了等到好几年没下的雪 希望今天晚上明天可以看到雪 这个背心是加热背心 就是放行动 电源在那边按钮按下去 它会发热 民宿业者也做好了万全准备 除了备好食材 房间也都换成了后被子 因为这几天不停地接到询问的电话 我们拉拉山都有下雪的机会 所以陆陆续续打电话来询问的客人 也比往常要热络一点 早上开始一直都有 好多的客户都打电话来询问 是不是说会下雪 他们想要来追雪 跟去年相比大概怎么样 是差一点 但是还是蛮多 蛮踊跃的来这边订房 全景民宿的景观房 一旦下了雪 就能在室内看到雪景 到了晚上睡觉 也不用怕冷 寒牛来袭 拉拉山清晨的温度 恐怕会到接近零度 因此民宿都被有像这样子的电热毯 让民众在深夜睡觉的时候 也能够保暖 而在宜兰太平山庄也开始飘雨 游客却希望能够再下大一点 水汽增加更有机会下雪 而业者则指出 这一步的寒流目前都是满房状态 也期待连日的低温 仍让游客都追雪成功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寒流南下的中央气象署 也预报说 今天越晚是越冷越低温 更多气象讯息交给玄同 入冬的这层寒流 越晚还会越冷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一波冷的时间比较长 预期到礼拜四之前 都是很冷的 这预寒工作真的要做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在降雨的部分 在今天北部地区的雨 是蛮持续 就是因为这东北风 带来的迎风面降雨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华南云雨区也加入 所以不止中部以北降雨比较多 甚至连中南部的山区 近山区还有平地 雨势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多 而这一波华南云雨区 预计会一直影响到 明天的白天 都是如此 但是到了明天的晚上 雨势就会有所趋缓了 因为华南云雨区 已经移出了台湾 到时候整体的降雨 又会集中在迎风面地区 像是东北部 还有东半部 所以整体来看 如果要降雪的话 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 其实基本上容易 北部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可能会下 而在中南部 两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机会 但是到了礼拜三 整体来看 比较容易像是在宜兰的太平山 因为迎风面地区 雨还是有 所以温度配合的 到的话 在太平山礼拜三 也是有这个机会 那看完了降雨 我们来看温度 如果时间 用更细致的来分的话 基本上礼拜二的清晨 以及礼拜三的清晨 是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 礼拜二的清晨 北部地区低温 大致是落在6度 中部9度 南部12度 局部空旷处 可能还会再减个2到3度 所以在竹苗地区 不排除会出现 4度以下的低温 而这样子的体感温度 已经逼近于0度了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 就算有热力作用发展 在白天北部的高温 也不会超过10度11度 中南部也只有13到18度的高温 而到了明天的晚上 到后天的清晨 北部的温度有稍微的回升 但是中南部 反而比礼拜二的清晨来得更冷 原因就是因为辐射冷却 这一天开始转干冷 所以早上就会变得比较冷一些了 再来这一波寒流 预计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目前看起来 到礼拜四的清晨 一整天都还是比较冷的 但是到礼拜四的白天 温度就有回升 蓝色的这一条线是中南部地区 在白天的时候 高温就会占回到20度左右 但是北部地区红色的这一条 预计在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高温也都不会超过20度 所以北台湾这一周 基本上都是这样 凉凉冷冷的感觉 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冷空气的影响 但是它的强度也不会来得 这一波寒流这么的强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这几天 北部地区低温 有可能会来到6度 中南部地区则是介于 8度到10度之间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样的寒冷的时候 会一直维持到礼拜四 预寒工作 这几天都不能少 以上这节的气象 好 这需要提供给您 说到了寒流来报道 来看看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美国连续两场的冬季风暴 带来了低温跟暴雪 也造成了不少车祸事故 短短一个星期 就造成了多达89人死亡 而纽约的水牛乘48小时 降雪60公分 美式足球比赛还开出 大约600块台币的时薪 征求球迷帮忙产雪 四名大学生山顶露营 一觉醒来 雪太大下不了山 只好求救 直升机破例停在 460公尺高的狭窄山顶 连续两场冬季风暴 美国各地救难任务暴增 狗狗冲过来 让远景把救难绳索 绑在他身上 再跑回掉进冰湖的主人身边 最后两位远景拉绳索 顺利救人 危险事故不断发生 非诚就迎来过去两年 第一场重大降雪 车子在马路上不受控漂移 纽约还发生超车打滑 撞上对象铲雪车 全美一周就有将近90人 因为冬季风暴事故死亡 天气太冷水管也会洁冻 甚至破裂 从餐厅 到幼稚园都因为水管裂开而淹水 雪下太多也是大麻烦 尤其在纽约水牛城 两天降下60公分的雪 美式足球水牛城比尔队 给出一小时600多台币时薪 请球迷在星期日的季后赛 开打前先来帮忙铲雪 为支持的球队打工 这种体力活 球迷反而做得很开心 不过这星期 梅冬又会开始回温 甚至会出现异常高温 华府星期五气温 预计比过往高出摄氏12度 一下太冷 一下太热 极端变化在极地更明显 全球最大的A23A冰山 正从南极往北漂移 有可能因为周遭海水越来越温暖 所以开始消融 另外北半球也有熔冰危机 NASA最新研究用25万颗卫星 整理过去40年的资料 发现格林兰冰冰量 比以前想的还要多两成 不只海平面上升 熔冰冰改变海洋严温度 也冲击洋流大气 恐怕让极端天气更加极端 第二天新闻 最后报道 其他的国际焦点还要来关注的 先来看伊哈战争 这导致了中东局势趋于混乱 伊朗圈腰的胡塞组织也持续的在红海作乱 美国则持续的打击叶门叛军的据点 那么专家表示 哈马斯的攻击手法跟伊斯兰国ISIS手法类似 都是以残暴的手段著称 不同的是ISIS可以吸纳各国的人才 而哈马斯则是以招募巴勒斯坦人为主 不论是拿机枪疯狂扫射 还是扛起监视武器攻击 在加萨地区作战的哈马斯 一律身穿蝙蝠 隐身平民之中 以色列国防军特别整理出 这段长达十分钟的哈马斯作战影片 藉此凸显三个多月来 他们所面对的复杂情况 为了扫荡所有哈马斯 以色列一路从北站到南 现在则是有坦克车出没在 临近拉法的穆瓦西地区 显示他们的位置又更往南推 缩时摄影记录下 甘友尼斯明宅下一条蜿蜒曲折 绵延八百公尺长的地道 这里其实曾用来关押过以色列人质 根据乙君绘制的3D图 这条地道会先经过铺有瓷砖的房间 里头有棉被床垫之外 还有琉璃台放置锅碗瓢盆 而在往里头走又会看到马桶和厕所 以及另一个设有铁栅栏的设施 乙君就是在这里寻获五岁小女童 艾米利亚的画作 回顾10月7号的这场攻击 哈马斯枪手挨家挨户开枪 甚至斩首平民 残暴手段和ISIS如出一撤 却又不完全相同 但哈马斯确实也正扩张海外营运的范围 包含德国丹麦荷兰等陆续逮捕可疑的嫌犯 密谋对犹太机构发动攻击 专家担心ISIS等激进团体之后 也会反过来搭上冲突顺风车 在全球制造不安 然而当前最令人担忧的 还是越来越动荡的中东局势 周末期间 以色列在先后锁定 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还有在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卫队攻击 记得伊朗当局扬言保复 不论是哈马斯还是真主党又或是夜门叛军胡塞组织 背后的老大哥统统都是伊朗 背后隐藏的当然是美伊之间的对抗 这也是为何夜门叛军至今有事无恐继续攻击鸿海的商船 美军周末才第七次打击夜门叛军 同天却轮到美军位在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遭到伊朗相关组织攻击 统计以哈战争以来 美军在中东地区预期的次数已经超过144 伊朗趁以哈战争派出代理组织作乱 美军虽展开反击却还是无法完全的嚇阻 专家分析这类的以牙还牙互红红攻势 短期内恐怕很难落幕 有新闻综合不到 除了以哈战争还要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西方军援减少 乌克兰在前线真的是越打越辛苦了 现在还用前苏联时期的防空系统来打俄罗斯的无人机 那么精准度当然就远不及西方的精良武器了 而另外在共和党这边气势如虹 初选的川普现在放话说 如果他重返白宫要在24小时内结束乌俄战争 泽文斯基则泼冷水 说川普的言论很危险 可能把乌克兰给卖了 即便是大雪天 乌军演习不中断 演习不用实弹 大家开枪也没多想 但在前线可不是这样 在巴赫姆特的外围区域 乌军发射的每一枚弹药都得精打细算 都已经听得到前线被炮击 但是乌军在这里能倚靠的武器 却是可能比士兵们年纪都还大的 古董级军武 眼前这是从1976年起 苏联时期就在使用的短程防空系统 Strela-10 美国军援下不来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再就也要用 乌军分析 俄罗斯用无人机攻击时会分四层作战 从侦测锁定到攻击目标 会用海鹰Zala Supercam 柳叶刀等无人机精细分工 但是这阿公吉的防空系统 却没有办法清楚辨别目标 不但老旧 使用的9M37防空飞弹 一枚造价也是要6万美元 所以乌军要打也是省着打 要对付大型或是更有价值的目标 才会真的用上它 还有另一头的酷皮杨斯克战线 前线用的也不是最先进的暴室战车 尽管内装看来是升级了一些 作战时也能够跨越三公尺宽的壕沟 但是乌克兰还是希望军备越多越好 俄罗斯是有弹药没士气 乌克兰是相反 愿意打但是没子弹 美国朝野态度捉摸不定 乌克兰最担心的危险因素 则是川普回国 因为川普放话要是他当选 一天之内就能搞定乌尔战事 这话听在乌克兰耳里紧灵大作 泽文斯基担心川普真的回国 转眼间可能就把乌克兰给卖了 乌军只能够把握美国大选前 能打多少算多少 持续用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地区 有油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不止如此 俄罗斯的乌斯基卢加港 还有天然气的接收站也烧了起来 退役美军将领就分析 这就是乌克兰在冬季采取的打击策略 用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境内的油槽 天然气等重要设施 同时在俄罗斯控制的盾内刺客区 则是由市场遭到空袭 样成至少28人死亡 20多伤 俄罗斯双方都互相指控是对方所为 只见遍地都是血迹 还能够听到民众的哭声 即将打满两年的无恶战争 依旧是看不到尽头 TVBS新闻综合播导 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 今年的最强寒流 真的是来报道了 从今天晚上开始 北部会更明显的感受到 这波寒流的威力 而且预计一路要一直冷到 周四的白天才会回温 不过实际要达标寒流等级台北侧站说是要到达10度以下 预估可能只有两天 对比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当时全台急动是长达96小时 这波寒流其实持续的时间相对的比较短 强度也比较弱 强冷空气南下即将迎来入冬之后 首波最强寒流 而如果是要寒流达标的话 必须是以台北侧站的温度达到10度以下 不过现在各项的资料数据都显示 这次寒流的等级比不上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霸王级寒流它的形成原因 实际上来讲 它跟北极震荡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那它在整个爆发的过程里面 这个西伯利亚高压 它的强度非常的强 那相对这一次 它的位置或者强度 实际上来讲 都还达不到霸王级寒流 这样的一个状态 同时也别忘了 霸王级寒流 对台湾来讲 那是百年一遇的一件事件 谢谢 2016年1月下旬席卷北半球的寒潮 被视为是极端天气现象 赴北极震荡是最主要成因 而这一次的寒流极定波旋 冷空气外溢虽然主要影响的是中高纬度 而不是冷空气直冲台湾 但是确实扫过台湾附近 系统配置下多少对天气造成影响 这一次主要是因为蒙古西伯利亚那边的高压 它逐渐往东往南移动 那它逐渐靠近大陆 华中一带地区 我们这边也受到它夹带的冷空气 南下的影响 所以造成温度普遍降低 它是比霸王级寒流要没有那么强 要略微弱一点 但是很可能跟前几波 大概可以造成北部地区 6度左右低温的这种寒流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我们台湾本来冬天一二月份 就是我们最冷的两个月 所以在这个季节出现这样子的寒流 也算是正常了 霸王级寒流当年激动台湾 长达96小时续航力持久 反观跟这次寒流预报时间相比 预估22号周一晚间 北部明显感受寒流威力 紧接着周二周三是这次影响最有感的时候 周四清晨可能也寒冷直到白天才渐渐回温 不过达标10度以下预估真正影响时间是两天 无论如何低温来袭仍然要严正以待 影响时间来说是稍微有比较短一点点 但是还是算是属于比较长时间影响的这种寒流的类型 这波寒流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影响到 礼拜三的一整天 都会是持续性比较低温的这种情形 那再搭配上今天到明天来说 有华南云雨区在东移配合着影响 那几乎是台南以北地区 到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有机会下雨 那低温再加上下雨的影响之下 大概这种湿冷的感受上会变得非常明显 那跟一般这种干冷型的寒流 比较之下来说的话 可能对身体上影响也会再更大一点 1500公尺上空零度线即将压进台湾北部 周一晚上一路持续到周三中午 长时间低温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最冷 周二北部普遍预估亮起橘灯 代表低温达到6度或者低温10度 且连续24小时低于12度 甚至局部红灯连续24小时都在6度以下 再往南走普遍也是低温10度以下 所以可以说阔级范围全台都有感 零度线是主要来看这个冷空气 它本身的强度跟它的移动趋势 那以这波含流来说的话 确实这个冷空气南下的幅度算是还蛮大的 那整个冷空气强度也有一定的程度 那只是说这个算是蛮常见的 这种低温南下的形态 干冷跟湿冷它也是可以交替的 那这种交替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冷热在交替的过程一样 可能也会对我们造成 我们在那种感觉上面落差非常大 那个可能对于人体也好 对于农作物或者渔业来讲 它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另外一个形式的伤害 周一晚上到周二 尤其北部和东半部水气变多 而周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 体感温度相对还会更冷一些 北部宜兰1000至1500公尺以上山区 以及周南部花东2500至3000公尺以上高山 都有降雪几率 直到周三寒流继续发威 但水气就会减少 因此要留意这一波属于先湿冷 再逐渐转干 即便不像霸王及寒流的威力 但湿冷天气形态 对身体所带来的感受仍然不容小觑 所以本新闻连至周五宣台的报道 这波到寒流连屏东都下探十度 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真的是格外辛苦 虽然台湾过去不曾因为低温放假 但劳动部的职安署则有订定 寒冷天气期间的户外作业安全健康指引 提醒雇主应该要注意劳工的安全 穿上防风防泼水外套 戴起安全帽 拿着工具清洁队同仁准备出门工作 清洁队人员来到户外 将马路上的垃圾一一扫干净 但外头飘着细雨 工作也不能因此停摆 我们这是一件GOTES的雨衣 然后里面是吸湿台汗 然后偷气又防泼水 工作人员身上穿的衣服 就是由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 防风防泼水外套 毕竟平时都在户外工作 要抵御寒冷需要外套防护 而办公室也有提供浆茶暖暖身 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都会准备浆茶给同仁 来先饮用之后 那暖暖身之后我们再出去工作 另外我们针对一些有像呼吸道 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同仁 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 按时的一个服药 然后我们也要留意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 那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工作的同仁之间 也会互相的一个照顾 清洁队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在外头 在低温之下又没有注意保暖的话 确实可能造成身体不适 如果说像遇到台风天的话 那其实确实有可能会 因为外面的风雨太大 而我们会去停止一些 因为同仁的安全来 停止同仁一个相关工作 等到风雨比较小的时候 才会去出息这样子 每到低温或者是寒流报到的时候 不论是上班族或者是户外工作者 当然都会很希望可以因为低温放假 不过目前根据台湾的法规规定 现在只有因应天灾才会放假 并没有所谓的因为温度而放假的经历 虽然在台湾没有低温价 但劳动部职安署则有规定 寒冷天气期间 户外作业安全健康指引 包含雇主要提醒劳工穿着适当防寒衣物 留意健康状况 供给温热饮品 也可以在合理范围内 适度调整工作内容 最重要是因为天气很冷 主要是提醒 做一个及时的提醒 因为这个预防的一个做法 并不是非常的困难 以自然署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是放假 而是说避免灾害的概念 要不要放假 这是由县市主管机关 遇到实地的状况 做评估考量 它主要是为了避免 因为作业活动 上下班几些的不方便 而可能造成一些灾害 虽然户外工作者 要因应低温放假有困难 但位于山区的阳明山国小 却先因为低温 让学生放两天 也是全台首例 所以课后班就暂时不用来 是不是 那老师怎么安排你们的功课 如果这两天的话 就没有功课 在昨天就召开了紧急的一个内部的共识会议 我们就做成了明后天停课 然后下礼拜一跟礼拜二来补课的这个因应措施 学校考量 所在区域的学生住家可能会下雪 甚至路上出现结冰的情形 担心影响移动上的安全 因此针对国小的课后照顾班 以及幼儿园的课后留员都先暂停 我们刚好两个班 一个是国小的课后照顾班12个人 然后幼儿园的课后留员也是12个人 那针对这两个停班之后的一个影响 可能我们考量到仍然有家长 他无法居家照顾 仍然需要上班 那学校仍然保留这个弹性 家长仍然是可以将孩子送来学校的 我们仍然会妥善的照顾小朋友 而同样位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则表示 因为过去没有放低温价的相关规定 但如果温度太低 影响人员上下班的安全 会是情况讨论是否放假 也有医师提醒 低温之下使用水仍然有冻伤的风险 而冻伤分为四度 第一度皮肤会变红变紫 第二度则会起水泡 第三度皮肤内出血起血泡 第四度就会发黑严重需要节肢 医师提醒冻伤就算是第一度 也要尽速泡温水处理 避免烤火 否则不慎被高温躺伤 TV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态报道 好 受寒流的影响 也提醒民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民众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都一定要做好保暖 医师指出因为只要温度够低 在外暴露的时间够久 面对低气温 就有可能会成为失温的受害者 而且失温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像我在办公室就会常被这个电热的披肩 然后还有这个电热毯 因为其实有时候还蛮冷 披上电热披肩 全身立刻暖了起来 入冬最强寒流来袭 上班族在办公室必备的保暖小物 还有电热毯及随身好携带的暖手包 就算温度连环向 边办公也不会觉得冷 以暖手袋来说 一般比较轻便型的暖手袋 它就是可以握在手上或是放在口袋里面加热 那近年有心情更进阶一般的 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连脖子 可以同时加热的这种 就非常受到通勤族的喜欢 那电热毯一直都是追剧神器 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 你在客厅或是你在上班办公的时候 电热毯它可以随时保持你的 就是让你的体温保持一个温暖的状态 全台大降温 民众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做好保暖 因为只要温度够低 暴露时间够久 没做好万全预防 面对低气温 就有可能成为失温受害者 最明显的症状 包括全身发抖 呼吸急促 手脚将麻 医师表示 时温现象在东北亚 还有韩代国家较常见 但像是露营登山等活动 长时间暴露在冷空气中 严重低体温 就算是年轻族群也不能轻忽 有一些像是如果你去露营的话 那在晚上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做好保暖 那有可能在半夜的时候 到清晨这段时间 就是一天当中最冷 因为辐射冷却效应 所以其实我们在半夜的体温 在凌晨的时候体温是最低的 那再加上如果你可能在空旷地区 没有做好保暖 可能你的体温就会一直往下降 有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被发现的时候体温可能只有30出 或者甚至是20几度 那种就是低体温 甚至会容易冻死 或是室温而产生一个严重的心跳停止的状态 一般来说正常体温是36到37度 但当体温降到35度以下 人体就进入了室温状态 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及致死性室温四个等级 以重度室温来说 体温低于28度 大多失去意识陷入昏迷 必须插管进行呼吸道保护 而一旦体温低于24度 致死性室温的患者 便会失去生命迹象 室温如果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力不整 出现一些意识模糊的这个状况 那在更低下的状况 也许差不多第28度 就可能产生死亡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低温的时候 在寒流的时候 大家特别注重保暖 医师强调 任何一种热量流失 都可能会导致室温 热散失的四种途径 有热传导 热对流 热辐射和蒸散 像是汗水会从体表蒸发 每一公克会带走约600大卡的热量 增加热能损失 基本上我们的体表就是蒸散 就是从我们就排汗 之后把热量带走 或是我们小便 从体内把热量带走 借由水分这样带走 那或是一些热辐射 或是一些对流 那基本上我们在体表的部分 还是以这个蒸散的一种 温度的三式为主 如果你身体没有办法维持 你的体内的一个温度的话 它就开始慢慢的下降 因为它透过所谓蒸散 或体表散热的方式 让体表的温度开始往下降 这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寒冷 不过想要帮助患者回温 电毯暖暖包 这些贴身的保暖用品 使用上也要特别注意 医师提醒 过热的暖暖包热水袋 有可能会增加心率不整 或是烫伤的机率 如果老人家用暖暖包的话 第一个你要看一下皮肤 也会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 红肿的这个表现 那小朋友也是一样 那所以最好 如果真的是要用暖暖包 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毛巾 或是用一层布 然后来帮助它主角 它跟皮肤的直接接触 那可能保暖的效果 就不会那么的强 但是比较安全一点 入冬最强寒流发微 容易引起低体温 对身体危害大 外出多带件衣服外 同时也得注意 保暖用品的使用安全 TVBS新闻 李国正 刘彦轩 台北采访不到 好 接着房价的话题来看 台北市开发的早土地 珍贵 房价也高 而且就算是四五十年的老旧公寓 因为低总价又未除 北市地区 人就非常的强手豪卖 当正的三房格局 搭配明亮的采光 这间座落在内湖的公寓 是强手物件 就算屋里已经超过四十年 因为价格关系 人就在淡黄区 有着极高的询问度 在台北市的整体结构上 大部分的中古屋 中到旧的产品还是比较多 那当然就是公寓的产品 在早期到现在 其实还是受 台北市的购物足上 因为价格上 一些其他的需求等等的 还是会比较多 这个是符合客人的期待 就算是比较老旧的公寓 在台北市 仍旧很强手 不止内苦无 包含中正 万华 大安 文山 老旧公寓的销量 仍旧非常高 根据数据统计 台北市屋林中位数 为三十五点五年 等于半数交易案件 屋林超过三十五点五年 等于是七都最老 交易案件当中 屋林四十年以上占比 高达百分之三十七 其实台北市的屋林 其实平均已经超过三十年 那我记得其实 在整个全台湾的 平均屋林比较年轻的 是在新竹那个区块这样 那台北市屋林比较多 当然 但占多数的屋林 比较三十年以上 那相对的 可能在统计上 就会发现 怎么台北市的 成交的屋林 都来到三十年以上 专家分析原因 在于总价落在 一千五到两千万之间 对于民众来说 负担比较少 加上未来都更优势 让台北市的老宅 仍旧很抢手 另外其他城市 屋林最年轻的是 新竹县市 16.4年 再来是桃园市 18.8年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还有高雄市 中位数屋林 则集中落在 24到26年之间 很多区域开发的 比较早 宿地稀缺 所以在多根维尔重建的 速度相对 比较缓慢的 一个情况之下 普遍的屋林 都是比较偏高的 另外一方面 台北市的新屋 价格非常的高 很多要买在 台北市的买方 他只能选择 屋林比较高 单价比较低 这样子的一个物件 所以平均购买 屋林都超过了 30年以上 那么在观察 其他区域 尤其像是新竹县市 这几年 受到竹科的带动 所以有很多的 这个重化区的形成 那么因此 建商也积极的推案 在这几年 有比较多的 这个新案的产生 那买方 也因为竹科的 购买力比较强 对于新物的要求 跟需求度 都会比较高一些 那一真的你没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 叫做规模 就是你的基地面积 以前所谓的围绕 就是说不限大小 哪怕你是10坪 20坪都可以来 来做这个重建的工作 那现在如果没有的话 你变成你的规模 至少要达到 1000平方米以上 的这样的基地规模 也就是大概要300坪 或者甚至到500坪以上 的这样的规模 才会有享有 这样的一个奖励 专家分析 桃园新竹 后期开发力道强 加上年轻人一入 房屋新建多 屋林也相对年轻 台北市则是早期开发 近年新建案多采取都更 为老等方式办理 就算是40年老房屋 甚至是50年 只要地段不错 以捷运占尽 都还是能维持高价 行情出售 加上公社比相对比较低 实际使用评数实在 在房产市场 仍有显著优势 如果要选择 机能相对比较强 大概也只能 屈旧比较老的房子 才能够符合预算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是整个市场上面 老屋的占比而言的话 纵观七都而言 北市它的占比 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购物人纵然想要 选择比较新的案子 可能也比较不那么的容易 那我们也其实可以观察到 在这几年新案 如果推的相对 比较多的县市的话 它的新屋成交比重 也会比较高 比如说像是台南高雄 那另外来说 桃源的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政府的政策里面 最大的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长期 对于伟老跟都更 只考虑到建筑物的部分 而没有考虑到 建筑物里面的人 因为伟老跟都更 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来完成 所以对那一些 来不及做都更 跟建筑物更新的 这一些居民来讲 其实他们的风险很高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应该先注重 人的训练 台北老宅 老儿迷奸 随着地段交通方便 老房子也能有漂亮价格 TB的新闻 以开发国家当中 哪一个国家最会存钱呢 根据相关的统计研究 日本绝对是在榜上 而且日本的女生很会存钱 日本全国的个人金融资产 高达台币420兆 来到日本旅游圣地 除了有观光客的身影 还有不少是来国旅的日本人 不管是旅游放松 还是逛街消费 根据调查统计 有一半以上的日本退休女性 并不担心自己老年生活的用钱问题 因为早在年轻时候 就养成了省钱 跟存钱的好习惯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 日本全国的个人金融资产 共约1900兆日元 换算台币约420兆 其中现金和存款 就高达了1065兆日元 相当于把五成以上的可用资金 全部放在手边 或是存进银行省利息 而股票债券投资 只占了资产的16% 若以家户为单位计算 日本家庭的储蓄率 是高达了53% 跟其他国家比一比 美国只有13.7% 欧盟平均也仅有30%左右 日本的年长者 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概括来说 他们叫做昭和年代 昭和时代的这些人们 大概是我们现在年纪 大概是50几岁以上 他有雇佣保障 然后再包括银行的利率 其实是够高的 过去的日本人 因为他们本身获利高 他们放银行放利息 升利息之后就能够 就等于 对他们来讲储蓄就等于理财了 但是现在的一个状况里面 储蓄不等于理财 也就是说当你手上有钱之后 你怎么去理财这件事情才是重点 在已开发国家中 日本实属罕见的储蓄大国 进一步统整多数日本女性的 省钱小撇步 包括了刻意不买居家生活便利物品 寻找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并且小心落入周年庆的消费陷阱 崇尚自然疗法赚到健康免花钱 出门玩也避免用花大钱的方式 反而是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以实现省钱的小旅行 不过随着年代推进 日本年轻一代对于储蓄理财观念 也正在翻转 在日本生活长达四年的小溪 就很有感 我身边的朋友是 基本上大家都比较没有 最严重的是赚多少花多少 然后基本上在理财的就是没有 可能先付了房租之后 再付了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费 然后可能偶尔有些旅行干嘛的 然后就花掉了 问题出来就是说后来日本 因为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就银行利率降低 也就是说你今天放银行 你放了100万 你可能放10年 可能就是101 102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便对他们来讲完蛋了 我的规划就有问题了 所以变成是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 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那这好像是不太对了 曾经存款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五 但属于上一代的储蓄神话 如今已不适用 近年日本政府转而积极鼓励年轻人 从年轻时开始存款 分散风险与长期投资 更陆续推出了包括少额投资 不克税制 还有个人固定投资制度 等税务减免措施 用投资可抵税的手段 鼓励人民透过自己额外的长期投资 解决全球通货膨胀 又老年人口化 养不起未来的隐忧 其实日本治疫情之后的 报复性消费是没有发生的 消费仅仅只增加了0.7% 台湾的消费者可能 以年轻人来看的话 就会比较关注在即时行乐的部分 那也因此 就算整体的储蓄率有变高 但是在于中产阶级来看 或是年轻世代来看的话 月光跟入不敷出的比例 也是节节的攀升 那主要的原因 也可能来自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薪资的 实质上涨的水平并没有到 第二个部分来自于房价上涨 在每年通膨压力下 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台湾 死死存钱 几乎等于再赔钱 当大环境不同以往 理财方式也得要跟着与时俱进 体会新闻中的荣成文学台北 采访报道 疫情期间 全球每个月使用的一次性口罩 高达2000亿个 约有51个掉到海里 美丽的海洋 跟着镜头到水里一看 垃圾随处都是 尤其塑胶废弃物更多 浸滩活动这几年 有了新发现 就是它 民众所使用过的废弃口罩 变成垃圾 对生态造成破坏和威胁 因为口罩如果随意丢弃 而流入海洋的话 其实对环境生态也会造成 相当程度的破坏 口罩分为不吸水 多层过滤及吸水 三种不织布材料 在海里漂流 会卡在椒盐 覆盖珊瑚 或是被鱼类误食 其实口罩不织布 也是塑胶 在自然环境中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分解 若使用后任意丢弃 更会对海洋生态环境 造成危害 一般医疗口罩分成三个部分 材质各自不同 别人鸭条是铁铝等金属 布置布面是PP或PE塑胶 而挂绳则是尼龙 如果抛弃到环境中 不能自然分解 因为材质复杂 使用后有卫生疑虑 目前家户使用后的口罩 是寻一般垃圾处理 要确实的集中起来 再找到正确的地方去回收 呼吁民众们应该要把口罩 回收起来再去回收 就是集中处理 回收的话 民众确实只需要把它 丢进回收桶里面 可是后需要人处理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 希望民众可以自发性的 将这个口罩 它能够这个回收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如果能够 先以民众民主意识 先去自发性的回收动作的话 其实是比较可行的 口罩粉碎之后 就可制作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塑胶粒 而再将塑胶粒直接倒入 射出成型机里 融融注入模具 只要30秒钟的时间 就可制作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再生环保衣架 口罩回收 这个是未来的世界趋势 那现在台湾的ESG 世界的ESG 然后关于碳排这一件事 我觉得在产业里面 或者说在产品里面 它都要有一个生命周期 那生命周期 它不只是被焚烧跟掩埋 它有没有再利用的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 一直在倡导 说口罩可以被回收再利用 然后让它的生命周期更长 达到减塑的效果 减少塑胶粒的产生 让所谓的下脚料 或者是废塑料 再次的回到实质的塑胶用品身上 为响应政府政策及世界趋势 让台湾制造的产品领先世界 创造优势 比起其他纺织品 不知不得生命周期 与生产流程 较容易被回收循环再利用 疫情期间 全球防疫物资 从缺乏到后续的过剩 公共场所 佩戴口罩 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但无形中却增加口罩垃圾 口罩除了被焚烧以外 一部分抛弃到自然环境 现在的塑胶袋 跟一次性的用品 牙刷都慢慢在被禁用 所以说口罩能被回收 能循环 减缩 再利用 我想这是一个世界未来的趋势 那我也希望说 台湾未来 有机会立法台湾的口罩业者只能生产可被回收的口罩 我想这个应该对于台湾现在的环境 对于台湾的世界声量都是有帮助的 如果说大家用完口罩之后 在家里就把它好好的这个收集 交给经营队处理 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捷音站 车站等公共场合 那边也有这个收集桶 我们可以丢到这个桶子里 那不要乱丢以免造成环境的脏乱 业者在规划试办回收作业了 我们也是密切的在追踪 他们的这个试办情形 来作为后续进一步评估的这个重要参考 民众积极将废弃口罩丢入回收桶 也能为全球环境持续性发展 贡献一份心力 迈向永续绿色新生活 TVBS新闻 陈如环 廖广斌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